老板 你干嘛你 老板 好消息 我们申请专利之后 AI兜乐机推出市场大受好评 顾客买了就放不下 天天在那乐 而且我们申请外观专利 和实用心情专利都授权了 我太高兴了 但我也太累了 每天都只睡几个小时 你才30而已 每个小甜甜最终都会沦为牛夫人 珊珊你要珍惜你的时间 不要等10年以后再回首 感慨全是遗憾遗憾遗憾 是的老板 你辛苦了 我决定你年终奖在现有的基础上乘以2 哇老板 珍打你一定要说话跟话呀 对了老板 我们发现市面上有一个企业 仿冒我们公司的产品 岂有此理 我们平时申请专利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要来打击仿冒者的 珊珊你安排律师去给对方发 发警告案 告诉对方赶紧收手 否则后果自顾 不光发给他们公司 只要市面上销售的仿冒品 经销商通通没有它 好的老板 余律师 我们要发律师函 白小姐您先别着急 发生律师函的确是 支持侵权行为的一种选择 但是如果在没有做好分析 和证据保全的情况下 贸然发生律师函 不仅不能够有效 支持侵权行为 如果指控的侵权行为 被认定不成立 滥发律师函的话 还有可能构成不正常竞争 承担消除影响 赔偿损失的迷失责任 所以律师函的正确打开方式 首先应该对自身的 专利稳定性进行评估 对是否构成侵权 做好对比分析和鉴定 第二 在确认专利稳定性 和确定侵权以后 最好是及时做好证据保全 防止发生律师函后 对方销给重要的证据 无法追究对方的责任 另外 如果预算充分的话 还可以事前对对方的生产销售 和未来的动向 以及持有的知识产权等企业情况 做一个充分的调查 在做好以上调查 喷息以及证据保全之后 再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是否发送律师函 以及如何发送律师函 所以我们的暴死于 还是不要太冲动 毕竟冲动是魔鬼